大家好,我是奥等 欢迎来到地域分享频道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如何通过安全时的GIN模块 配置SNI分流来复用试试三端口 今天我会演示通过安全时配置SNI分流 来处理Wattpad博客、X-ray Reality 以及来Post的流量 还没有订阅地域分享频道的朋友 麻烦大家订阅一下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能给视频点个赞 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也可以加入频道的电报交流群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先连接到我的VPS服务器 首先修改一下X-ray的配置 进入到X-ray的配置目录下面 我这里的配置是ATS Vision Reality 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部署X-ray reality的话 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 本期视频就不详细解释了 通过VIM命令 编辑一下配置文件 我们找到INPOST这里的监听端口 把它改为一个Face 43端口 我这里就用8443 稍微完成之后我们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启动一下X-ray 启动完成之后我们检查上X-ray的运行状态 可以看到现在是正在运行了 接下来讲一下那一POST需要修改的地方 首先打开我博客的笔记 首先需要通过X-CATI命令重新编译一个带有Process Protocol的一个模块的CATI 使得CATI支持Process Protocol 同样的本期视频不会详细讲解CATI的编译过程 如果你不太了解的 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或者点击博客上面的这个笔记的链接 去看一下我之前的笔记 接下来拷贝这里的CATI构建这个命令 然后回到我们控制台执行一下 构建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CATI二进制文件覆盖里当前的CATI二进制文件 我是放在USR并目录下面的 所以我只需要把它移动过去就可以了 最后修改一下CATI的配置文件 移入到CATI的配置目录下面 编辑一下CATI文件 首先我们需要在全局配置这里 修改一下HGDP和HGPS的模样端口 把它改为一个Fay80和Fay443端口 我这里就用780和7443 然后我们还需要在Service这里增加一段ListenerWarp的配置 在我博客的笔记里面有 把这段配置卡费过来 粘贴进去 然后我们还需要修改一下下面这个43端口把它改为7443 然后就可以保存退出了 格式化一下CATI的配置文件 接下来我们启动一下CATI服务 然后再查看一下它的启动状态 可以看到正在运行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通过Docker来运行一个Warpet博客用来做演示用 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这里是通过Docker Compos来配置文件来直接运行的 我之前已经运行过了 它这里有两个容器 上面这个容器是一个数据库的 下面才是这个博客的一个容器 通过Docker Compos命令运行一下 通过Docker PS命令查看一下容器列表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运行了两个容器 上面这个是Warpet的一个容器 下面就是它的一个输出库 它这里监听的是一个8000的一个端口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基础服务已经配置好并运行了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配置Android了 首先你需要通过Android的干位命令 查看在你当前安装的Android版本是不是带有GIN模块 如果没有了快需要先安装带有GIN模块的Android 你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看一下 这个加载这个命令需要在一文字的上面 这两个配置项是日资相关的 后面这个Incode命令是我为了方便配置文件的管理 GIN服务的配置我都放在ETC Androidconfig.d目录下的GIN后续结尾的配置文件 然后保存退出 接下来进入到Config.dend配置目录下面 首先我们增加一个HTTP to HTTPS的一个配置文件 用于将这个HTTP转块HTPS 新建个配置文件 把这单服务代码拷贝下来 并请下这里的配置文件 把它粘贴进去 这里意思就是把80重定下443 然后保存退出 然后就是今天的重点 新增一个GIN的配置文件 名称可以随便填 但是必须是点GIN结尾 因为我上面配置的N库命令是引诱GIN结尾的配置文件 和大家讲一下这里的分流配置 首先上面这里定一个MAP映射表 这里的意思是 获取TPS握手信机这个server内参数 然后根据不同的server内映射出不同的值 最后将这个值复制给自定义这个SNR杆内参数 最下面这个default的意思是 如果所有值都不匹配的情况下 这个值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下面这里定一个三个UPGM 也就是三个不载均衡器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部署的三个服务 上面这个是X-Ray的UALITY 然后中间这个是NIPOSY 最下面就是我们的博客了 然后最下面这里定义两个server 上面这个server是兼替这个43端口 然后服用这个43端口 这里有个右port的一个参数 它其实又是服用端口的意思 然后上面这个process path反向代理 这里填我们刚才这个自定义变量 也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不同这个服务器名称 反向代理到不同这个UPGM里面去 下面这个SSL Prelude的参数 打开这个开关的话就用于获取这个SSL TLS握手的一些信息 最后就是一个开启这个代理协议的一个开关了 然后下面这个server的块就是将这个 UDP443端口转发到443的TCP端口 然后我们把这个无助式这个配置文件拷贝下来 编辑一下我们刚才新建的文件 把它粘贴进去 然后保存退出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填写 因为我这里是有三个服务 我就这样填 这里端口都是我自己定义的 如果你是不一样的话 你自己要修改 最后我们还需要新建一个Wattpad博客的安装时配置 新建一个配置文件 编辑一下 我博客这里已经准备一个配置模板给大家参考 把它拷贝下来 然后粘贴进去 修改一下自己的一些域名以及证书的一些信息 我这里是监听1443端口的 跟我刚才配置这个stream的一个配置是一样的 大家要记得要看一下这里的端口 把这个正书的这个路径拷贝下来 我们最后这里还需要修改一下这里自己服务的这个地址和端口 我这里就是8000 和我刚才部署这个博客是一样的 我这里就不用修改了 配置文件修改完成之后我们保存退出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Andrance-t命令 测试一下我们的配置文件是不是正确了 如果返回这个测试成功的话 就代表我们的配置文件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启动一下Andrance 启动完成之后我们检查一下启动状态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是正常运行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 先测试一下我们的博客能不能正常访问了 出了博客的地址 可以看到现在是能够正常访问的博客了 再来打开一下NinePoset 因为我刚才配置NinePoset的时候是反向代理到我的博客的 所以我应该访问的话应该是同样能够访问到我博客的内容 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通过OpenWrt来测试一下我们的代理 看能不能正常访问 打开我的OpenWrt后台 登录一下 登录成功之后我们点开服务 Password点开节点列表 我们添加一个节点 备注随便填一下 我们先添加一个NinePoset的节点 域名的话就填我们自己域名就可以了 关口43 查看一下用户名和密码 我这里都是TES 然后保存和应用 然后我们在这个首页这里选中我们刚才添加这个节点 选中完成之后我们再保存和应用 我们现在可以点一下上面这个测试 可以看到现在是能够正常响应的 我们再打开谷歌看一下 可以看到同样是能访问 查看一下IP 跟我服务器的IP也是一样的 就证明我们的NinePos已经能够正常访问了 接下来我们再新增一个X-Ray的节点来测试一下 节点类型选X-Ray 协议选Relax 这里的话就是填我们的服务器的一个IP 端口同杆443 加密方式不用填 查看一下我们的配置 把这个UID拷费下来 勾选TX 分流这里我们选择HTLS Vision 勾选Reality 域名的话就是填我们自己配置文件的域名就可以了 测试一下公钥 查看一下公钥 SOPID也填一下 然后再保存应用 再选择一下我们刚才添加这个TESCAN2这个节点 再保存和应用 点一下这个测试 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刷新下谷歌页面 可以看到同样是能够正常访问 就代表我们的代理都能正常访问了 现在博客 X-Ray Reality 以及iPost 都能够通过443端口来连接访问了 今天要分享内容已经全部讲完 算作不容易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一下频道 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或者加入一下频道的电报交流群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